感謝您再次收看 禮拜一就幫你事前掌握的靜哲解盤 各位注意一下 今天靜哲老師穿得非常輕鬆的來 就是要跟各位講說 大盤今天的拉回 我的心情是非常輕鬆 而且看了之後 還有一點偷偷的在笑 麗麗的笑的感覺 為什麼呢 來這三句話一定要送給你 第一個海水退潮的時候 才知道哪裡有珍珠可以撿 但是這句話是巴菲特的原文 我就給你放進去了 注意這一檔股票 非常好的機會 海水退了 你才有珍珠可以撿 有的時候資訊沒有那麼隱藏 那麼像這種啊 底部的量能已經出現 頭肩底完成的股票啊 標準的大盤到萬點 低檔減黃金啊 跟對人做對股 掌握方向轉折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還是要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股票市場拉回有什麼好可怕的啊 6月13號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跟你講什麼 9月 昨天節目特別講 應該算6月12號啦 都可以啦 市足賽開幕呢 大盤要拉回喔 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6月13號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是不是有告訴你 請你注意一下 6月13號 我們就當6月13號好了 這個時候還在11173點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 大盤呢 又要拉回 因為世界盃足球賽開幕的狀況之下呢 一定會怎樣 量縮嘛 我問你一件事情啦 股票市場現在是外資當家 你是非常清楚的 那外資當家的話 假設你要看世界盃足球賽 而且那麼精彩的狀況之下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會不會在6月13號的時候 把股票來做一個賣出的動作 有人說啊 哇 外資現在賣得很兇啊 那請問一下 美國股市為什麼還好好的 請問一下為什麼還有股票在漲停板 現在目前為止 漲的還是比多的還 漲停的有16加 漲停的有4加耶 還是比跌平的更多耶 那有沒有量縮啊 注意喔 第一個量縮已經出來了 所以代表我事前跟各位講的轉折已經出現 而且基本上來講的話 轉折已經有這種所謂的成分存在 我應該用詞要更準確一點點了 注意一下下 我今天還是把結論跟你講一件事啊 千萬不要把拉回當空頭 小心再次軋空 大盤總在你最傷心的時候又重新上漲 甚至我今天呢 等一下會在節目當中跟各位提到 最後啊 可能還會創新高啊 我們慢慢的說就好了 不用那麼急啊 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整體的大盤應該怎麼規劃呢 我們說過 這幾天的確是保守一點點 但是大盤始終還會創新高 為什麼 今天來就把整個行情跟各位說清楚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啊 其實今年以來 所有的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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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說 哎呀 這是北韓的利空啊 哎呀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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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川普跟金正恩不見面啊 那都是金正恩的錯啊 甚至還有個義大利公在 那不管那麼多啊 中美貿易大戰 這個是利空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中美貿易大戰 是習近平挑釁的嗎 是習近平開工的嗎 不要用挑釁兩個字 是習近平動手的嗎 不是吧 是川普動手的吧 我問你一件事啊 過去北韓只要稍微動一動啊 歐巴馬就跟他說 啊 不然這樣我們來彈河 只有誰跟你講我主戰了 是川普吧 過去中國大陸只要怎麼樣 美國就跟他彈河 是誰跟他主戰的 是川普吧 歐洲只要跟美國怎麼樣的時候 以前叫G7嘛 現在不是叫G6加1了嗎 只要歐洲不管怎麼樣 然後歐巴馬就跟他彈河 後來都是誰在跟他們吵架 你還看不出來 我在跟你講什麼嗎 我先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現在又有人告訴你一定要放空啊 一定要放空才會賺大錢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你千萬不要把回黨當成是放空啊 我問你一件事是這樣賺比較好賺 還是這樣賺比較好賺 我問你一件事是這樣賺比較好賺 還是這樣賺比較好賺 我問你一件事這樣賺比較好賺 到底這幾支股票回到成本了沒有 都還沒有耶 因為你看一下龍券就知道了 龍券最高點很多都已經是那種 不曉得從哪邊 不曉得從那個500塊什麼附近就開始放空的 各位看到沒有2327啊 放空在這裡啊 會員都不曉得嘎到哪邊去了 很多朋友你已經好多次都被嘎到外太空去了 然後回頭再來罵 這個股票掉下來了 股票市場本來就是空單全部嘎完之後 他股票自然會回黨嘛 所以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因為沒有成交量了 多單跟空單在那邊積占到最後 但是問題是你要死在最後那一刻 然後再出來講說這個股票疊下來嗎 你沒發覺現在都是一波一波的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請你想清楚啊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大盤就只有這個觀念啊 所有的利空都是川普放的啊 誰要跟北韓吵架是川普啊 因為南韓不想吵啊 誰要跟中國大陸吵架是川普啊 因為日本不想吵啊 誰要跟德國跟歐洲吵架是川普啊 因為美國人不想吵啊 那為什麼他都要放利空啊 也許他是怕說這個盤如果長太快了 到了我要連任的時候掉下來 那我川普 泡妞啊 現在講到這麼慫嗎 什麼泡妞的新聞一大堆啦 以前的紀錄一大堆啦 亂講話一大堆啦 形象差得不得了 你認為我這兩個字有希望嗎 如果現在讓他這樣子整整整整整 一直給他放利空一直給他放利空 到後面給他放利多 我這個只講一次啊 我每天跟你講大盤 你就聽我講大盤就好了 你就覺得啊 個股不重要 我告訴你一件事 這一次的行情偏偏啊 第一個買錯主流股啊 賺不到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大力光或者蘋果概念股呢 不會從六千塊直接跌到六百塊 但是從六千塊跌到這種所謂的三千四千在那邊整理啊 很正常啊 2330的台積電啊 不會從兩百六十六塊跌到一百三十三塊 但是跌到兩百塊附近整理很正常啊 但問題他跌到兩百塊附近的話 大盤會崩盤嗎 不會啊 因為他們很早就漲上去了 所以你很多主流股 去年跟以前是主流股呢 今年未必是主流股 所以你買錯主流股賺不到 今年的主流股在這兒應該很清楚吧 而論空強勢股當然也賠很多啦 所以我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 今天一來因為是今天的關係 所以呢 我還是告訴你一件事 月限最低檔 等一下我還在告訴你這句話 所以先教各位看大盤啊 然後老師大盤再大跌 我說廢話 我不好意思講說我知道啊 你看一下期貨是不是先到年限 注意這一次就是要先把指數 因為除息的關係嘛 所以很多人說除息一定回年限 當然的是因為除息啊 那每支股票都要少一點錢 每支股票都要少一點錢 都當然會回來 一定會回來 期貨已經告訴你了 但是注意喔 假如期貨的逆價差收斂 甚至逆勢上漲的時候 這裡的下跌就不算數 因為那個叫除息 所以你要跟著我每天追蹤逆價差 那除息的期間指數不會太大的動作 通常外資也不會太大的動作 所以三個巧合在一起嘛 你說是巧合也許是巧合 也許人家是故意的咧 反正這個行情就進入盤整了 我就盡量放利空 讓他幹嘛 讓他幹嘛 只有世界盃足球賽還在動啊 對不對 所以從頭到尾 你認為黃敬哲老師 帶領你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領先一步啊 我說世界盃足球賽準備要動了 而且這個世界盃足球賽 絕對讓各位避險轉波段 注意喔 我說過假如你今天是做國具 假如你今天做和聲堂 甚至做這種所謂漲價概念股 絕對不可能讓你連續買三次 連續買四次啊 我們從45塊 47塊 49塊 52塊一路買上去啊 到了55塊都還可以買啊 我就告訴各位說到目前為止都還在往上漲 只有到了64塊以上的時候啊 我調節了一半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隨時要做來回操作 調節一半的意思是 知道這裡要整理了 結果還有人在這邊放空 我可以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你不要被國具嘎完之後 又被五峰嘎 我就告訴你一句話 今天話就跟你挑明的講 既然我看好的話 你自己要小心 千萬不要跟黃敬哲作對 我負責 可不可以 所以我就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看到沒有 到現在都在世界盃足球賽 你現在跑去放空他 你覺得有意義嗎 現在才是初賽而已耶 將來16強踢下去 那就更熱鬧 您知道嗎 親愛的投資朋友 難道沒有看過這件事情嗎 現在目前地下賭盤 這是新聞啊 就是因為什麼阿根廷啊 什麼德國啊 踢得好像 德國現在又符合標準 阿根廷踢到讓大家跌破眼鏡 冷門一直開 所以呢 做莊的好像賺不少啊 我認為這檔股票 等他在那邊又玩空之後 各位小心一下 又出現一檔新的軋空股 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我今天講五峰 那不是什麼精采 我如果45塊錢的時候 跟你講五峰精不精采啊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四個禮拜 連續四個禮拜五個禮拜六個禮拜了 這中間還把你做價差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你現在要看到這種周縣連四紅啊 你看一下國劇有沒有啊 沒有啊 所以我說喔 你會不會算錢 我才比你會算錢 你說每天 哎唷老師 聽說今天誰哪一隻股票賞停板 我跟你說 你看看我做五峰你現在贏了 而且只要打開電視 只要看到市族看 打開電視機看到世界杯足球賽 你就贏了 人最厲害的 有一句話叫做四兩波千斤啊 我最強的就是這招 四兩波千斤啊 其實我告訴各位一件事 因為它能夠連續紅K棒整理之後 再重新創新高 或者連續紅K棒 就算這裡就好了 因為它能夠連續性的上漲 這樣你才有錢賺啊 你說像世紀鋼 我們五十塊切進去一次 來五十塊之後兩次 兩次之後你認為我敢不敢買 我當然不太敢買 到了四支停板的時候 哎唷先退一次看看嘛 先退一次看看嘛 又要開標了啊 又要公佈答案啊 我們先退一次看看嘛 所以做股票是這樣子的做法 你也不能因為看到一點點小小的東西 就說整個產業全部毀了 一支股票跌下來 就當作整個股票全毀了 我常常講一句話 現在在看空的人啊 當時的世紀鋼幾塊錢空 四十塊錢空的好多哦 然後一路又嘎到最高點去啊 你沒有發覺一件事情 這一次往往都是這樣子 一路給你嘎到最高點 以前啊叫做風力發電 到這個地方給你什麼 龍券強制回補啊 以前啊叫做3406玉金光啊 在這個這裡啊 龍券給你強制回補啊 不在這裡啊 然後咧 先今年好像換到他們了 所以你越是亂空一把的話 一定越慘 一定越慘 你各位來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答案啊 所以哪些股票 坐一坐之後啊 三四支停板趕快下車 哪些股票呢 你下車之後準備再把它接回來 這就是你必須要看到我的地方啊 我順便跟你講一件事啊 我沒有這一檔 我是不是告訴你說請你注意一下下 如果公布出來的時候不利的話 那他就糟糕了 是不是這樣子答案 蛤 所以我就根本跟各位講 股票市場裡面你要跟對人 那我們不可能在節目上 把每一支股票通通跟你講完 但是你也不能因為一支股票 哇 這兩三支這樣子下去 就說這個行情完蛋 人家漲停板了還有四支咧 歡迎你 想盡辦法跟上 真的大盤到底點 低檔減黃金 而且請你注意啊 我覺得現在這個行情裡面 我用兩個字形容啊 叫做專業 你信不信 你找了專業的人 不夠專業的話 你還是賺不到 同不同意 歡迎你 今天我們公司裡面 還在倒數的一個過程 我就是你應該要了解 最重要專業的一個管道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我 是選股原則 帶您買進 低檔黃金股 題材股 爆發力股 今天入會 全面68800 68800 倒數四天 機會能得 盡情把握 需要專業02752 5868 2752 5868 成童土故 黃老師 因長期操作績效甚佳 所以你找到 非本公司的網站 播放影片之後 而連結到 不是本公司網頁 以及聯絡我知信 所以我們在這裡要提醒 所有的投資朋友 如果想要參加 黃老師的會員 請撥打電話 022-2752-5868 或者是撥打104 查詢 成童土故 以免上當而讓財富 遭受到損失 參選線 022-2752-5868 成童土故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 大股東主力做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財經一定財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財經一定財出 成童土故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動心市場 穩健獲利 股網合力 成童土故 值得托付 02752-5868 你想改變你的命運的話 第一件事情 先改變你的腦袋 為什麼說要先改變腦袋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打開報紙去看 打開電視機去看的話 注意 照他們的做法 你一定不會有錢 為什麼 因為當記者一定是 還沒有錢的時候去當 我28歲26歲的時候 也當過記者 那個時候所有的新聞 我都知道說 那個沒事的都給他寫到很恐怖 那個話我們就不用多說了 注意喔 但是這些年來跟我自己講一件事情啊 你在看這個大盤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用有錢人跟窮人兩個眼光來看 窮人的眼光會跟你講什麼 那些放空的都是窮人的眼光啊 哎呀大盤長多了 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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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結果呢 半年過去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 結果呢 七個月過去 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 一年過去 有一天到現在 反正有一天他一定會跌下來 為什麼 窮人覺得漲上去了 他覺得買不起啊 他覺得股票變貴了 啊低點的時候他又不敢買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股票低的時候你不敢買 啊漲上來你說啊 那沒關係我就給你空他 等你跌下來 到最後呢 你就被高到天上去 窮人變得更窮 這是股票市場最重要的道理 我問你一件事就好了 那假設你是一個有錢人的話 你會不會覺得啊 哎呦這個大盤漲到這裡去 這支股票怎麼還在最低點啊 我問你啊 有人跟我說中國股市現在一直跌 對 我告訴你跌 跌得越兇越好 跌到有一天你覺不覺得啊 有錢人會覺得 哎呦怎麼中國人這麼便宜的 跑去撿 我現在是到過頭來 用一個觀念跟你講 不是叫你現在去買中國股市啊 我現在只是想告訴各位一件事 有錢人他們有的辦法很多啊 為什麼這個內閣啊 美國總統川普啊 財經首長人選受到投資人歡迎 因為是最有錢的內閣 所有人都知道 連教育部長都有21億的台幣的資產 為什麼最有錢的內閣都跑去 川普為什麼去弄了一個最有錢的內閣 艾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啊 的老闆去當國防部部長 那川普自己又是最有錢的人 請問一下最有錢的人都在白宮的話 喊上去喊下來 喊上去喊下來 不就說都是他嗎 好啊我們就給他喊下去啊 我問你一件事啊 我為什麼用內閣而不用川普啊 這些人全部都要下台一局功耶 全部要落選耶 你知道落選的下場是什麼嗎 你沒看過我們台灣啊 差不多啊 看過韓國啊差不多啊 哪一塊土地亂炒啊 馬上就被挖出來啊 什麼東西啊 哪裡多領了人家什麼政治獻金啊 柯林頓也被挖出來一次啊 下台很嚴重的你知道嗎 如果選輸了下來是很嚴重的嗎 你知道嗎 這些有錢人啊 光是這個選輸了啊 你沒聽過選舉是最大的財富啊 光一這邊選輸了我告訴你 不要說坐牢那些有的沒了啦 光財富會損失多少 所以你都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啊 在連任以前要發生什麼事 我現在很直接告訴你一件事 有人告訴你最近要怎麼樣怎麼樣的下跌 我告訴你一件事啊 如果真的是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先算算看你的錢夠不夠撐啊 最有錢的人他會想什麼你要跟我去想啊 想的是美國拉上去其他的股票 我通通接啊 懂我意思了沒有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去想想看說 有錢人跟窮人的想法 有錢人會在這個地方 想想看哪些股票還沒漲 你看到沒有 我是不是就是這樣子啊 我有跟你去玩被動元件嗎沒有啊 我有跟你去玩矽晶圓沒有啊 我知道說這個股票還沒漲上去 所以我要去玩這個啊 我知道上一波的時候 一定要趕快跟你玩什麼 玩這個啊 還沒漲上去啊 風力發電之前沒漲上去 我跟你玩啊 這次你說叫我再跟你玩 唉唷我只玩了這個好不好 告訴你好了沒關係啊 你沒發覺第二次要上漲的時候 當然要經過重新的一個選擇嗎 有錢人一定會告訴你說 唉唷什麼東西現在正在開始啊 因為免疫療法最後呢 還是會變成是 因為人命關天的問題啊 所以號稱八月份的時候 免疫療法要做一個開放 你沒發覺 免疫療法相關的股票來 4123 來是不是創新高啊 6446啊 4147啊 連這個4147啊 這個4147長大 4174啊 都還能夠翻紅一點點耶 美容展 我跟你說 怎麼說穆斯林 你各位看到沒有 今天沙烏地阿拉伯開放 女性可以考駕照啊 所以我說過 今年呢 你要找到那個真的具有眼光的人啊 穆斯林的人開了黑黑的 直接講印尼人看起來黑黑的 越南人看起來黑黑的 我不是種族歧視的味道啊 是現在因為大家都被那個電視那個 美白的那個廣告給拉走了啊 我老婆長得很漂亮也天天就給我打雷射啊 不是一樣的道理 很多女的明明就不老了還去抗衰老 現在就是走這種路線嘛 那請問一下美容會不會好 美容就從頭到尾一直下不來 你們反正不覺得嗎 不覺得嗎 那是不是後面還有咧 所以有些時候真的money啊 錢啊就在你的身邊啊 錢真的就在你的身邊 就看你要不要跟呢 今年有的跟政策 有的跟報價 所以漲價概念股不是只有什麼被動元件啊 鋼鐵股也是漲價概念股 油價股也是漲價概念股啊 汽油也在漲啊 汽油也在漲你跟他說景氣不好 那你乾脆去空台塑啊 還是要空什麼台化是不是 空空漢嘛 這個空下來你在跟我講做空嘛對不對 汽油也在漲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要想清楚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循環 這叫多頭循環 就業的人口越來越高啊 來你看一下 注意喔 現在都發生這種情況 有些股票呢 同業都大漲 第一個叫同業大漲 第二個突然之間出現 首季跟五月獲利大爆發 你知道什麼狀況最明顯 被動元件 大家最熟悉吧 唉唷 國巨那幾下賺這麼多 賺12塊 那國巨怎麼一下子賺了12塊錢 大家看他賺12塊錢的時候 不管了37 21就給他買 買什麼買華興科也可以 為什麼 因為用想就知道啊 當國巨說我怎麼做都做不來了 已經滿了啊 那一定和珍堂也會滿嘛 對不對 和珍堂滿了 那華興科也會跟著一起水漲團高 這個做完了之後一定電感也會滿 是不是這樣子啊 一定電感也會滿 就是這樣 一個一個往下想 因為景氣在推啊 因為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你有一天 我真的講最實在話 景氣不是看台積電 景氣是看海塑 你沒聽李克強講嗎 酒油你去什麼東西都會去 難道這句話你沒聽過 我等一下真的是不曉得 要怎麼跟各位說 股票市場裡面有的時候 道理真的不是你想的那麼複雜 我最近碰到很多人跟我說 老師啊你會不會晚上做空會做很晚 我說不會 那是年輕時候的事啊 做空的人做很晚事 每天在找洞磚 不用你看清楚一個大趨勢 你看銅業都大漲了 手機銅業大漲的情況之下會怎樣 表示銅業已經產能快滿了 能否輪到他手機都大爆發 這就是你要看裡面最明顯的情況 銅業都大漲了 然後手機都大爆發了 所以你看很多工廠停了之後 重新開工 當然了那些人會告訴你說 你看有些人承受不住的 怎麼把電關了 我告訴你一件事 電會關了是因為房租漲 房租漲房東還是賺錢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真的想清楚 我現在來不是說 真的是良心就這麼告訴你 為什麼你要跟我 因為我的方向是對的 我能夠幫你賺錢 為什麼你不要亂去跟 因為明明好的行情 你該賺的沒賺到 然後還賠出去還去空它 你不覺得這是輸兩份錢嗎 還是輸兩倍對不對啊 輸兩倍三倍的一堆你 你不用賺它賺到最保好不好 現在有人在說 國際會不會到一千八 那個不重要 你賺它穩穩的一段好不好 我也是賺了一段之後就跑了 沒錯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好好的去想一想看 我跟你講的事情 對還是不對 您自己來看看吧 所以所有的行情都在我的掌握當中 下一個五峰請你想盡辦法抓住 海水退了才有珍珠可以撿 非常好的機會 非常好的買點已經出現了 歡迎你想盡辦法 在這兩天當中辦好手續 這個非常好的股票 在我們倒數的過程當中呢 就能夠很快速的幫您獲利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與記者益 國務宣告 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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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員